請問你為什麼要把網子放在上面 我想要稍微把它壓一下 讓它比較攤平一點 我以為你怕被它噴到 它也會噴到 對 沒錯 所以它也讓我可以擋油 因為絲木魚本身 它的油脂跟水分都有 所以你要煎絲木魚之前 可以灑一點薄鹽灑在上面 煙差不多四五分鐘以後 讓它水分出來再把它擦掉 這樣來煎的時候比較不會爆 今天有兩個東西要炸的有鹹酥蝦 那個蝦子也會爆 那就是要把它眼睛要剪掉 剪到眼睛因為爆都是眼睛在爆 不然就是尾巴那個尖尖的把它拔掉 這樣來炸鹹酥蝦的時候比較不會爆 如果它不讓它爆可以潑背 把背潑掉的時候這樣來炸 水分就比較會出來 他會 pickle自己一起炸 很快就不要 夠15分鐘 小廣iet